之前很多人以为台积电失去华为之后损失一定会很惨重 毕竟华为是台积电的大客户 所以台积电可能会为了保住华为这个客户和美国对着干 然而事实是失去华为一年之后 台积电不管是营收还是利润都得到了大幅度的增长 最近市值更是达到了7000多亿美元 超过了阿里腾讯成为了亚洲第一 怎么会这样呢 这是因为在芯片领域啊 不同公司的地位是完全不一样的 地位最高的是光刻级公司 比如荷兰的阿斯梅尔公司 其次呢提供芯片制造材料的公司 比如2019年日本呢就曾经限制半导体材料对韩国的出口 逼得韩国啊只能向世贸组织提起了诉讼 然后呢是芯片制造公司 像台积电和三星 再然后是芯片的设计公司 比如华为高通苹果这种 最后是手机和汽车等产品公司 从上到下就像是一个金字塔 那上层的公司决定了下层公司的命运 所以啊不是台积电需要华为 而是华为需要台积电 台积电失去华为之后 还有大把的客户可以选择 像高通联发科苹果三大芯片设计巨头 都在眼巴巴的等着你下锅呢 台积电又怎么会在意失去华为呢 无脑的吹嘘华为是自媒体为了博取流量 如果了解一点实情就会知道 华为想要王者归来 那中国必须有自己的光刻级公司和芯片制造公司 在这之前没有第二种可能性 在这上层公司和芯片制造公司